请看例题一 例题一是常数多项式的应用 题目说呢 如果多项式a-1x平方加b加2x加5 是一个常数多项式 好咯 什么叫常数多项式 它就是只有一个数字 只有数字叫做常数多项式 只有数字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文字符号x 没有文字 也就是没有x 它没有x 那你想想看 这个题目呢 是一个常数多项式哦 代表说呢 它只剩下一个数字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这都没有 为什么会没有 为什么会没有 没有的原因在哪里呢 没有的原因叫做 x前面怎么样才能把它变没有 x前面的系数 跟着是0 因为0乘以x 不管0乘以x 还是0乘以x的二次方 不管乘以多少 它的结果都是0 也就是说呢 前面的系数通通等于0 只剩下一个数字 所以呢 我们这一题就知道呢 a-1等于0 b加2等于0 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算出来 a等于1 b等于-2 这个就是一个常数多项式的应用 它在考你的是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常数多项式 常数多项式是只有一个数字 没有英文字 那为什么没有英文字母x呢 因为x前面的系数是0 它乘到0 所以就变成0了 所以就没有了 就乘以0就变成0了 是这样 所以我们算出来 a-1就等于0 b加2等于0 a等于1 b等于-2